黃綠鄉間的嘟嘟車在街頭穿梭 有一輛特別醒目 車頂多了花花草草 司機一邊整理一邊澆水 打造獨一五二花園嘟嘟車 就是要讓車上涼爽一點 乘客坐起來更舒服 不只降溫 吸睛造型引人注目 開在路上還成了移動式廣告 機車騎士也忍不住多看一眼 會想出這個消暑妙招 就是因為夏天提早到來 早在三月平均最高溫 就來到攝氏三十三點一度 是一百二十二年來最熱的三月 最近首都新德里 更是幾乎天天都超過攝氏四十度 大批民眾為了躲太陽 直接睡在橋下陰涼處 希望熱浪趕快過去 天氣熱 缺水問題也浮上檯面 民眾爭先恐後 把水桶裝滿水 就怕回家不夠用 而除了缺水 專家也提醒要慎防傳染疾病 高溫一波接著一波 專家提醒要做好準備 因為熱浪正在考驗 人類的生存極限 華視新聞 林志揚編譯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新たers3組 1個資料 3組 1、8組 3、2、5組 2、4組 2、6組 2、6組 4、3組 4、6組